日媒报导高达九成退休军官 到中国用情报换金钱 外交部说重话要求郑重澄清 空军派遣坚实战机扰台 近期罕见改变飞行路径 国军如何接招 空军最新主力F-16战机受关注 媒体示警台湾急需更多捍卫战士 更多金台内容请锁定今晚自由报新闻 欢迎收看自由报新闻 你好我是吕月琪 每周一到每周五带你锁定焦点话题 好台海重点要带您看到 两岸台面下的情报站规模到底有多大 这是日本经济新闻报导 说高达九成的台湾军官 退休之后竟然是到中国用情报换金钱 这样的状况被说是常态 而且说国军有很多间谍 甚至指出军官的干部结构都是外省人居多 认为这样的军队无法与中国作战 报导内容引起悬然大波 让退府会主委冯士宽动怒了 气得爆粗口大骂是胡说八道 而郑玉彭也说不相信有这么高的数据 但是呢的确有出卖国防机密的人 点名就是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天天跑中国 让国人还有国际都有所顾虑 这样的报导 国防部也紧急的出面 驳斥是凭空杜撑 连外交部也说重话 说这是假消息 要求日本媒体郑重澄清 那么网友讨论度也很高 有人怀疑九成这个数字到底是如何得出 有人说很夸张 认为比例过高也是事实 并且呢对于情报的界定不清楚 就算抓到也很难判刑 甚至有网友大骂 这是中共的任职作战 那么你又是怎么看呢 好看不到的间谍战持续升温 不过来到台海上空 看到的共军扰台几乎都是坚实战机 不过飞行路径不是穿越海峡中线 而是罕见的从中国的东南方 飞入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 再立刻折返 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代表 中共的台海军事战略正在改变 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黄信雅 供机连续两天大量袭扰台湾 扰台供机总数连两天都逾25加次 根据我国国防部2号所公布的资料 截至上午6点为止 以争获共机29架次 其中21架次进入西南空域 而这21架次中除了4架歼16 其余皆为歼10编队 值得注意的是歼10是从中国东南方向 飞入我国西南防空识别区 并不以海峡中线为轻扰标的 而这也是继2月28日购 歼10编队再次以几乎相同的轨迹飞行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蛮仔细的研判 如果可能的话 知道它的这个起飞的基地 跟执行任务的单位 因为如果有不同的机种 像例如说空中预警机 然后有无人机 然后有其他的电阵机等等 它加上可能轰6轰大器等等 彼此之间有一些地缘或时间上的关联性 那我们或许可以猜测 它可能在进行这个某种程度的 这个联合多机种的作战 来进行这个整个空域的 这个作战管制的训练 但有时候呢 它可能是只是一个一般的训练任务 单一它机种直接出来 然后这个直线飞行绕一圈就回去 它或许是在轮去某一个基地 它的战机就是执行一个出海的训练任务 解放军频频跨越海峡中线 大打擦边球 除了尖系列战斗机 以及运巴反潜机等 军用无人机也个然在列 尽管国际谴责声浪不断 中共仍狂言 海峡中线不存在 台湾该如何加以反制 专家也提出建议 其实我们当然就持续对它的空中的活动进行监控 我们能够掌握多少就掌握多少 了解它的这个作战的意图 作战的能力等等 只是就是如果说有不同的机种上来的话 我们空军战斗空旋的飞机 也许可以这个靠近侦查一下 看看是什么样的机种 那个进行什么样的任务 特别是如果是无人机的话 我觉得如果能够实施电子侦查的话 了解它的控制的这些相关频率 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都非常有用 那其他就是像我们传统一般在讲 这个雷达监控等等 可能这个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是中共的这种电子侦查机 其实也非常的多 那我们在进行雷达监控的时候 那是不是可能会被它这个 征收相关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雷达的 这个阐述 像例如说这个雷达的频率 发射的位置跟角度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需要关注的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监控的座位上面 像例如说这个电子屏服的管制等等 避免中共侦测到我们的这些防空的这些能力 为了加强台湾抵御 攻击侵扰的能力 美国国务院也在稍早批准了 6.19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专家认为这笔射计F-16战机的军售案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AGM-88反辐射飞弹 AGM-88它是一种所谓的这个反辐射飞弹 就是它是一种空对地的武器 因为在空中飞行的这个战机 它最大的威胁除了敌人的战机之外 其他就是地面上的防空飞弹 我们要维持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空运安全 或者是这个中部 可是可能有中共的海面的这种防空舰 比如说它的052C052D055等等 他们这些都配备有强大的这个对空的 坚征跟这个防空飞弹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对我们空中执行任务的战机 就是一个威胁 两个万一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反辐射武器 包括我们已经在服役的这个剑响无人机 然后加上这个F-16配备的这个AGM-88 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质压这个敌人的防空能力 也可以具有一种就是贺索的作用 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有配备这种防空这种质压的武器 它可能对它在使用这个防空这个武器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限制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中共他们也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防空质压战机 就是殲-16D 那也同样也具有这样这个 例如是软杀跟硬杀的能力 那个软杀当然就是使用电子干扰的方式 它可能平常只是电子 接收我们的这些相关的频率跟讯号 那必要的时候呢 就这个进行干扰或者是释放假讯号 来欺骗我们的防空的系统 那硬杀呢 就是使用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这个反辐射配弹 来攻击我们的这个防空雷达 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反辐射武器呢 那多多少少呢 也在这方面也有个平衡的作用 那不会说让台海的这个空用 完全被敌方完全掌握 针对这项军售案 我国国防部除了向美方表示感谢 也指出这次受台的两种飞弹 除了可以有效应对攻军威胁 也能进一步强化防卫任性 继续黄信亚采访报道 好关注台海情势持续锁定空战议题 台湾向美国采购的F16战机 可能出现没有飞行员来开的窘境吗 这是外媒分析大大标题就写着 台湾需要更多捍卫战士 但是受到三大原因影响 像是生育率下滑 从军的吸引力下降 还有台海冲突风险升高 导致国军的招募人数是很难达标 特别就是在飞官的人数 外媒也示警了 说台湾还需要补进100名新进飞官 才能赶上第四代战机到位 但是根据立法院数据 空军在2011到2019年之间 只有新增21位飞行员 数量远远不够 军事专家也警告 未来三年很难补足缺口 而事实上飞官公布应求 不只受到大环境影响 还有共机三天两头绕台 这些资深飞官为了拦截共机 常常得中断训练 没有时间来训练新进人员 另外要训练F16飞行员 学员得累计至少250小时的飞行时数 要做好战斗准备得花五年 而人才训练急不得 对于台海紧张情势急速升温 舅飞官是近距离的紧急升空 接触共机 他也受访强调决心捍卫国家 不会亲眼放弃 台海军事危机引起关注 但中共两会前 中国国内动态也不平静 在二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祭出 政治改革大动作整并国安机构 有专家认为这种行为显示 习近平对于执政极度不自信 甚至等于建立超级东厂 详细状况来看记者许珠新 整理报道 中共第二十届二中全会 28日在北京落幕 会中除了讨论国家机构领导人选的 建议名单之外 也审议备备受瞩目的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这个草案在全会通过后 部分内容将提交三月的两会审议 而最香港明报报导 中国公安部与国安部将在机构改革方案中 脱离国务院系统 转为隶属于一个新成立的中央内务委员会 这个机构预计整合公安 反空反间谍 甚至是民政部的社会组织管理 此外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还提及现行国安体系 高效权威不够 协调机制不足 外界预测这次国安机构改革还将整合政法系统 除了整合目前由习近平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 还会将涉及国安的各个部门规定 这也表示习近平正试图削弱国务院的权力 并创建一个新的国安组织 由他直接指挥 据日经报导分析 在习近平大动作展开整病背后 隐藏着习近平和党中央对白纸革命和白法运动的危机感 加强安全机构跟创建一个直接由党管理的安全组织 是源自于这种恐惧的结果 也算是党中央的防御性反应 外界认为这种行为除了凸显 习近平对执政安全极度不自信 也代表超级东厂的建立 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汪君涛则表示 这意味着未来国务院所有单位都将成为习近平的办事机构 他将公安和国安合并挽入前苏联的内务警察制度 预计未来中国的政治迫害将更加剧烈 而这些迫害都直接受到习近平指使 外界预测 中国可能会在未来四五年内成为像前苏联一样的国家 而对警察系统的掌控也势必直接影响习近平 进一步巩固权力的成败 记者朱欣这里报道 好 国内政治焦点要看到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即将在本周六登场 国民党候选人前县长林明珍争议却是报不完 在选战倒数阶段 又试图把南投县过去的垃圾处理问题 甩锅给前台中市长林佳龙 没想到却变成做球给民进党遭到狠狠打脸 究竟这一波蓝绿攻防战如何牵动选情 把时间交给记者许朱欣 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将在本周六登场 双方卯足全力催票 而南投的垃圾问题也意外成为双方攻防重点 曾任两届南投县长的林明珍 将无法解决的问题丢给林佳龙和民进党 针对指控民进党副秘书长黄建佳 提出数据澄清 在林佳龙担任台中市长期间 帮助南投县处理的垃圾量 做出具体决议 随着选举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林明珍个人争议不断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更直言 这场补选发展令人料想不到 原本民进党不可能会翻盘 现在变得有可能 从县长徐初滑全新投入 火力全开 这场地方补选意外 升温成蓝绿对决的关键战役 选前倒数时刻 国民党将在选前职业 招来党籍大咖 县市长轮番催票 民进党则下达动员令 号召返乡投票 改变南投 持续拼战 记者许无心整理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自由报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不一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焦点话题 感谢您的观看